蹲在茶园里去除杂草的 是南京艺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毕业的赖丽霞 1991年她来台湾探经 行李过多 请同样搭机的陈兆成帮忙分担 三年后 赖丽霞辞去高薪工作 嫁做后山媳妇 变身茶农 她真的是能屈能伸 她的韧性很好 我去山上撕毁 她一个城市小孩子 从来没有走过山路的 她还可以帮我撕毁 从动脑筋的上班族 变成做体力活的农妇 赖丽霞反而觉得更轻松 只是很多事情得从零开始 她还记得开货车送工人去茶园 被质疑驾驶技术 那工人一开始不敢上我的车 害怕 后来他们就怕我没驾照 有的那个 我爸上就问老板娘你有没有驾照 我就把驾照给他们看 结果他们一看 哇 你是大货车驾照 已经你老公了 结果他们都愿意坐我的车 为了把老公种个好茶 介绍给更多人 他带着小孩 开着小货车台东线跑透透 泡茶给客人试喝 我就说我是大陆驾过来的 我老公种茶的这样子跟人家讲 因为那时候出去推销有一个最好的就是 没有进口茶也没有越南茶 二十几年前还没越南茶 所以说你说你自己种的人家相信 十三年前大儿子会到台东接手家业 茶园转型有机耕种 夫妻俩轻松许多 像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是我们台东的特色 叫红乌龙 所以它会有一点红茶的香 带一点乌龙的味道 因为它没有使用任何的药 所以说它长成的时间会比较稍微长一点 然后比较久一点 所以说它的韵味滋味就会保留的会比较多一点 嫁到台湾超过三十年 赖丽霞知道远嫁他乡的空虚节目 定期安排新著名姐妹聚会 分享故乡美食 有的时候要在家 我都会说来我家 大家都会讲一言一道菜 就来我们家 我们就是会聚一聚 也联络联络感情 也会聊一些 就是姐妹 比如说你认识别人有困难的 我们都会想说有一些物资 都会去照顾他们 人生的际遇就是这么奇妙 拿画笔的都市女孩为了追爱 嫁到台湾当茶农 原来台东的好山好水 就是赖丽霞心里的那幅画 一家人偏手之足打拼 构成了这幅画里最生动的剧情